丧尸爆发,席卷朝鲜半岛,复仇女神开启无尽杀戮 2019年,大火丧尸韩剧《王国》取得了空前的神功 2020年,第二季顺势推出依然热度不减 结尾处,女神全志贤化身丧尸猎人惊艳亮相 更是掉足了影迷的胃口 原本,《王国》第三季预定在今年上线 然而影迷巧手以盼,第三季迟迟迟没来 却迎来了剧集的衍生电影 电影的故事发生在第一季和第二季之前 算是整个故事的前传 通过全志贤这个丧尸猎人的角色,揭开丧尸之源生死草的秘密 当然,电影的剧情相对独立 主要是给第三季做铺垫 所以没看过前两季的小伙伴,也可以无缝切入 那么闲话少说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丧尸与复仇的韩国古装丧尸电影 《王国》北方的阿信 这头鹿怎么呢? 走路摇晃,瞳孔全白 就在刚刚他吃了一出紫色药草后 就变得有些诡异 一声唬响响彻天地 老虎锁定了他 你以为路会逃? 不,逃的应该是老虎 老虎不倒猎物 当落入虎口之时 一场可怕的丧尸危机已悄然而至 男友倭寇为乱 北有女生为患 那时,李氏王朝统治的朝鲜如风中残煮,动荡不安 北方的边境有一片静地 费斯俊 这天,群罗的士兵发现有人闯入 凑近一看,只见15具尸体交错堆叠 画面诡异痴起 手将亲自赶到 看到手背上的纹身时 吓出一身冷汗 快马家边 手将连夜赶回军营 初步判断,尸体被老虎咬过 但,是在死后 真正的凶手,不是老虎而是人 作为全清少野的海员赵氏 即使被发配到北方,依然作为作福 手将闯进房间,支走侍女 白天,他在尸体的手中发现一颗帽珠 而帽珠的主人,正是眼前的赵氏 两天前,赵氏带着清兵到 费自俊打链 遇到一群人偷挖山声 赵氏等人肆意巧杀 却不知惹上了大麻烦 被杀者的纹身是女真一族中 最骁勇善战的婆猪部落独有 如今,朝鲜南方倭寇横行 战乱不止 这次的事在惹怒北方的女真一族 一旦开战,朝鲜将岌岌可危 为朝鲜的安危 手将连夜焚毁尸体 上下捅一口径 致老虎咬死了那些人 人心猛于火 殊不知一场可怕的灾难 由此诞生 夜深人静 境地沸丝峻 荒废的池塘里 一个身影打着火把 小心翼翼地摸索着 闪动的灯光下 墙壁上刻着一种药草 传说它叫生死草 能让人起死回生 天刚放亮 一个女孩偷跑回部落 被父亲抓个阵潮 看着女孩的鞋子 父亲猜到了 女孩昨晚又跑去境地了 父亲故作严厉 实则疼爱有加 他告诉女儿雅信 他们部族原本属于女生一族 但后来迁徙至朝鲜 为了生存 他们除了年年向朝鲜进贡 还负责帮朝鲜传递信息 雅信点头 看向父亲 母亲病危 传说废斯郡中 有能让人起死回生的药草 他这才冒险前往 另一头 为了混淆视听 首将决定将婆族一族的死 推到老虎的头上 首将先找到雅信的父亲 拿走贡品后 让雅信的父亲渡河 到婆族一族的领地散播 族人死于虎口的消息 雅信看着父亲离去的背影 又如何能想到 再见面时 父亲将祈求自己 杀了他 接着召集赶虎的人群 师出有名 假意进山打虎 捕杀老虎的计划 简单粗暴 第一步 赶虎队敲山趁虎 从南山驱赶老虎 第二步 首将带领卫兵 在北山守处带兔 敲锣打鼓 震天呼喊 然而赶虎队中 早已混入了婆族一族的士兵 就这样 计划一切顺利 然而当首将等人 发现老虎的足迹时 唯一的事情发生了 老虎不退反进 反而向着赶虎队奔去 整天的呼啸声 不绝于耳 草木晃动 下一幕 张着血盆打鼓的老虎 疯狂地扑向人群 人群尖叫四散 可通孔全白的丧尸老虎 很快将他们横横撕碎 首将赶至 残植断壁 现场宛如地狱 虎叫不断 隐藏在人群中的 婆主一族 褪去伪装 与首将等人 一起寻声追赶 丑润林子 一片空地 草丛晃动 目标就在前方 双方如离邪的剑 奔向空地中央 拔刀 冲刺 然而骁勇善战的婆主一族 在老虎面前 毫无招架之内 扑倒 撕咬 士兵挥刀猛刺 可老虎毫无痛觉 昂首扑斧 插着刀的老虎 没有一刻停会 扑向了自己的猎物 男人无力招架 前军一发 手将飞枪抛出 虎头被贯穿 不再动弹 婆主士兵划开虎腹 虎腹内荡全无 只剩一汪血污 老虎的肚子里 什么也没有 另一头 亚信这边 父亲不在 母亲又病危 为了救母亲 亚信再次冒险 潜入境地 寻找不死草 功夫不负有心人 这一次亚信找到了 反尘的路上 亚信发现了 身中箭矢的婆主士兵 来不及多想 眼下赶回家中 救治母亲 才是重中之重 然而亚信 反尘途中 无数带着火的箭矢 落在了部族的屋顶 婆主一族的首领 将亚信的部族 屠戮殆尽 当婆主首领 提着独刀 走向亚信年幼的弟弟妹妹 当亚信 喘着粗气 赶回部族 只见自己的家人 和所有的族人 一起被吊死在木架上 正能的孤身 私心裂肺 十岁的女孩 失去了他所真实的一切 仇恨的火苗 扎根在了亚信的心里 大雪纷飞 天地间的白色 跟昨夜的血色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亚信顶着风雪 赶到了边境的军营 他要复仇 要让自己的仇人付出代价 亚信留在了军营 他被安排在 脏乱的书卷里 截寒交迫 他钻进床底 他要活下去 他要找到自己的父亲 他要复仇 就这样 亚信晚上住在猪圈 白天清理粪便 寒冷的冬日 拖着一车的衣服 到街边的湖边清洗 军营里全是男人 他们高高在上 对于这个女孩 没有一丝怜悯 老骨的生活 没有磨灭亚信复仇的决心 白天 亚信干着又脏又累的活 夜晚 他偷偷制作剑士 四下无人时 他拼命练习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十年后 亚信长大了 亚信眼神坚毅 剑发超神 白天干活时 军营里男人的眼神 变得邪恶 夜晚 甚至有人偷摸进书卷 想要侵犯亚信 亚信持刀自卫 赶走男人 这明显不是第一次了 这天传来军情 南方的倭寇 大举侵犯 要求北方调兵支援 为了防止婆祖一族 趁虚而入 夜晚 首将找到亚信 他要亚信今夜 深入敌营 查探婆祖一族的动向 趁着夜色 亚信偷偷潜入 婆祖一族的内部 避开守卫后 趁机躲进屋里 角落里 亚信看着士兵 从柜子下方的铁链处 扯出一个老人 然后将朱石 灌入老人口中 士兵走后 老人如动其身 微弱的灯光下 亚信认出了老人 这个双手双腿 都被斩断的老人 竟然是自己的父亲 亚信跪到在地 浑身颤抖 困住父亲的枷锁上 竟然刻着叛徒儿子 亚信拉扯着铁链 父亲双目失明 听到女儿的哭声 一边抱住亚信 一边开口道 亚信啊 去开心 令人刺入心脏 亚信闭上眼 父亲终于可以解脱 除了婆祖一族的军营 他引燃了帐篷 身后的熊熊大火 如同心中的复仇之火 越烧越旺 当年父亲只是传递信息 为何落得如此境地 难道背后还有秘密 只魂落魄的亚信 亚信回到军营 恰巧碰到了守将和赵氏领兵 去往南方抵御倭寇 看着赵氏随身的箭矢 忽然亚信想到了那时 费斯军里 被箭矢射杀的婆祖士兵 那箭矢一模一样 婆祖士兵的死和赵氏 脱不了干系 夜晚亚信偷偷潜入了卷宗室 翻开卷宗 当年的真相 终于浮出了水面 卷宗是守将所写 原来 猎杀蒙虎后 婆祖一族准备发动战争 为了拟失王朝 守将将婆祖一族的死 嫁祸给了亚信所在的部落 亚信部落的进贡 反而成了守将陷害的证据 这一刻 背叛 羞辱 愤怒 仇恨 冲测在亚信的脑海 亚信如何能想到 自己这么多年都在为仇人 做牛做马 他要报仇 让他们付出最残忍的代价 深夜 又有一个男人闯进猪圈 可掀开被褥 生死草 映入眼帘 亚信出现在身后 手起刀落 片刻之后 当男人摇摇晃晃的推开门 野兽般的嘶吼声响起 瞳孔全脉的男人 已经化身丧尸 疯了似的扑向同伴 混乱向了军营各处蔓延 屋外传来动静 副将出门查看 只见手下倒在地上 额头上被开了口子 里面塞的正是生死草 副将回屋取兵器 然而下一幕 男人站起身 疯狂扑来 人熟油灯 回刀刺下 男人这才没得动静 惨豪声滑坡黑夜 事态已经失控 死去的人纷纷站起 人群奔逃尖叫 他们互相撕咬 一个士兵穿出人群 想要逃 可一切都是徒劳 副将难以置信 带着手下且战且退 来到大门前 正要开门 屋顶上 亚信冷漠地走了出来 没得复将反应 另一只剑正中倒了 亚信俯瞰着军阴各处 他要让这群人感受惊恐与绝望 一群人关上门 合力制服丧尸 可就在这时 一直是箭矢袭来 拉弓射箭 亚信眼神阴冷 看着士兵们纷纷倒下 这一切远远还不够 在亚信的助攻下 丧尸突破大门 更加疯狂 亚信没有手软 他的剑发发必中 精神的士兵无处可躲 一个士兵爬上屋顶 气球放过 然而亚信的心 早已叮了 大弓射箭 称重掌心 被尽住的男人 惨叫连连 周围的丧尸 闻声而来 丧尸疯了似的堆成小山 伺咬男人的同时 亚信撒上火油 这一切仅仅只是开始 亚信来到一间屋子 里面被吊着一个士兵 打云男人 拖着麻袋 亚信回到曾经的部落 恍惚间 部落里的家人和族人 都在亚信的眼前 走进曾经的家里 族人的笑声回荡在耳边 可这一切都是幻想 亚信抛下麻袋 只见无数丧尸 被铁链捆绑 被圈饮在一个屋里 画面闪灰 当年十岁的亚信 带回生死草 发现族人惨死 为了复活他们 十岁的亚信 将生死草 用到了族人身上 族人死而复生 却变成了可怕的丧尸 原本亚信一直用动物喂养 但现在麻袋中的士兵 所有害死他们一族的人 都将是族人的口娘 亚信的复仇没有结束 他要回掉李氏王朝 回掉婆主一族 故事的最后 亚信来到北方 将生死草的秘密 告知宫中的太医 这里正好和王国的剧情 完美衔接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他来到婆主一族的领地 对着婆主首领 吹响了复仇的号角 王国北方的阿信 个人觉得是2021年 也是近年来 丧失类型片中的佼佼者 全谋 丧失人性 在这部衍生外传中 依然得到继承 这部电影不仅交代了 生死草的起源 更完美塑造了亚信 这个冷酷的复仇女神 电影中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一个是近山捕虎 人与虎 人与人的动作戏 还有一个就是 军营丧失爆发 亚信无情杀戮的剧情 看得不仅带感 而且过瘾 不得不说一下 编剧很厉害 剧情要翻转又翻转 更跳多了传统的复仇套路 只能说 王国第三季 很有可能在亚信 这个角色的加入下 再创辉煌 如果你喜欢丧失电影 相信我 这部电影 不会让你失望 好的 就说到这里 我是时光 感谢收看 欢迎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